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正这个节目,来到8月9日凌晨时分 希望继续支持桑普频道,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讲一些香港内外的新闻,希望跟大家分析一下里面的一些意见 我们讲一下邓PK,好吗? 大家知道我讲邓PK的那项新闻,又是江文蔚 我们今天就不是讲江文蔚的本人,而是讲邓炳强 根据光传媒的报道,大家看到他批评有小人攻击江文蔚 说爱国爱港,天经地义 邓PK就说不想香港好的人,正正就是脑残 就是这些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腹头一样 那就是为什么说他正正就是脑残呢? 就是有些人说不想中国好,那是不是脑残呢? 根据这个邓PK的说法呢?一定是脑残 那不想中国好,就是觉得你不想你好 就是等于我今天看到印尼队下,在奥运这个 赢了这个中国队,奪得呢? 今届奥运印尼第一个金牌,差一点点,就刚刚一赢 我重新讲过,我不是支持印尼,但我反对中国 不想中国对好,那桑普就是脑残 那我就不管你是什么脑残 你可以读一下脑残有几 脑残和脑残有几 但是肯定呢? 这个是说,我只是个青菜罗八角有所好 就是今天你不喝茶,喝咖啡 你呢?不想喝茶的人,正正就是脑残 那我不喝茶喝咖啡,是我自己的选择 请问,有什么脑残可言呢? 是不是?这个是基本原则 那你说是不是爱国爱港是天经地义? 那我问你爱党是不是天经地义呢? 爱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天经地义? 是的!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一条文写明 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党专政的 那你是不是天经地义呢? 这个是天经地义呢? 所以你的天经地义呢? 就可以准备你落地狱了 因为在地狱里面呢,才是天经地义的 在巴黎奥运建击项目奪金的江文卫 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碩士论文 引起了网民质疑他的政治立场 那其实我率先已经和大家说过他的情况 即使在这个论文公开曝光之前 我想掌握到的资料 已经足以支撑所我所有的开始的言论 部安局局长的邓丁炳强在昨天出席活动的时候说 江文卫非常支持政府 又说他谴责暴力值得鼓励 哈哈 邓PK狠批有小人挑剔和攻击江文卫 又说这些小人不想香港好,有破坏,没有建签 又说不支持政府,先前脑残 这些老残,小人,只要用这些方式来攻击人 是不是对呢? 这些类文本身你贴下去 说这句话的人最老残 什么不想香港好 那基本上最不想香港好就是港共集团 由中原版、港澳版、中共中央领导小组 到习近平全部的中共中央常委 再加上全部香港这些港共狗官 全部都不想香港好,只是想自己好 你看陈维安就知道了,40%加薪 港大、中大之间,大家看回那段新闻就知道 个个都是石鼠石鼠 我们香港人说无食我鼠 今天你们全部这班人 全部都是私慰素餐为自己利益 有谁真是为香港好呢? 是不是? 你说加十万人工的 大把,有两个法官 有升高官,带住假法 国安法官 一个二个平暴清雲 个个都想自己好 想香港好 Lip Service 还有他讲到尾就是 一路插住你,一路杀住你 强奸香港,鄰步香港 杀香港,害香港 跟着就说 我是为香港好的 你们哪个还说不想他好的 你们有破坏,没有建设的就不对 我强奸他,鄰奸他就对 丁蟹邏輯了 是不是? 鄧炳强在昨天出席这个 即8月8日出席这个 程教署立德学院毕业典礼后 表示,港队运动员取得历史佳职 社会都会感到兴奋 他特别提到劍激奪金的江文慧 近日被小人挑剔和人身攻击 我不知道是谁说我 即是小人,我是挑剔他 人身攻击他 但各位,你说我挑剔人身攻击 你真是吵 我不是挑剔,也不是人身攻击 是有碗画碗,有碟画碟 今天我不会攻击江文慧 你什么时候大姨妈到呢? 江文慧,你姓江 你姓江,江主席 江泽民 那些师生女 我不会说这些 江文慧,我经常弃他 你吃了士多啤梨味 你吃了早餐味 你吃早餐,我记住 我要滑少少说 你叫我培训,现在就不想 总之 我就是救命 我30岁了 这些我照有碗画碗,有碟画碟 从来都不涉及人身攻击 听完之后,你都会觉得会心微小 所以我就说 这些不是小人 我不知道你讲哪个小人 我绝对不会堆号你入座你小人 但你说什么挑剔人身攻击 他说,这些小人只是不想香港好 总之有破坏武建设 见到香港市民支持政府,他们就不开心 他们最怕就是香港市民团结 最怕是市民支持政府 我们不是怕市民团结 我们不是怕市民支持政府 而是 confirm reaffirm 给全香港人知道 你们心里面是深水清的 我们从来都不怕你辩设 我就是看回 这件事里面 大家不要 以为被美色所迷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美色 总之说,周子若搬的人 你要小心 因素素提醒 这个张无忌 女人呢 就是要小心 不要因为你 不要因为女人 我也不是想歧视女性悦者 也没什么意思 你对一些东西很喜欢 感情上路 Bob Dylan说过 你要在这个 love 和logic之间 你要做一个权衡取舍 你要love 就很多时候没有logic 你不变得不wise 你不会变成一个聪明人 你要聪明 有时候 你没有办法有真正的爱 爱有时候是很笨的 明白 但是你既要这件事的时候 我不是告诉大家 理性的 你坏 这件事 江文维不是你在打飞机的对象 OK 不是在吃士多给你的梦想的对象 而一个呢 写着 占中运动有害香港 他认为要完善选举制度 配合他的指导教授莫宇串 一直这样说 一国两制完善管治权 要全面管治权的人 这个就是江文维 是吧 这点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支持他 OK 这个我想很多人现在都有觉悟 我们希望更多人有这个觉悟 是吧 那邓PK就说 爱国爱港支持政府牵扎暴力 这些天经地义 每一个人应该做一些小人企图 这些恐怕方法 令人不敢表达 爱国爱港和支持政府合场 这些人我们严厉献责 他说 这些小人曾经说过 支持政府的人是脑残 哪些小人说支持政府的人是脑残呢 他想完什么呢 你支持政府的人是道德堕落 他不是IQ低 我都说了 一个人是不是聪明 和愚蠢是一件事 一个人是不是邪恶和善良 有良知 有良知是另一件事 你支持港共政权 就是你没有良知 你邪恶 你不善良 不代表说 你IQ低的 有很多 我认识到一些蓝丝 以前的同学 以前的朋友 以前的 就是ex ex friend 这些朋友 基本上 他们不是脑残 可能你IQ 考试都比我高 我不是极端IQ高 的人 有些IQ可能更高 但他们是邪恶 助纣为弱 说好香港特区 香港政权 共产党的好故事 参加国情班 那这些人 又该当何罪呢 是不是 他们的问题 并不是愚蠢 老残 而是说 整个人道德堕落 如果你说这个残事 是道德堕落的话 绝对是正确 如果你的残是说 IQ低 也就是mentally retarded 我就不同意 那字面的意思就是 支持政府的人 是脑残 其实 然过其 基本上不是这件事 那我不知道哪些小人 这样说 他说 这些不想香港好的人 他们正正正脑残 就是这些 叫喊烂制交 那他说 总之政府说是对的 他们就说不骗 例如 当我们经济好 这些老残就是说 只是虚火 我没有说虚火 我根本就是 根本上没有火 死火 方言 当香港遇上经济挑战 他们就说 你看看 香港玩完了 这个事实上 不是遇上经济挑战 而是说 你说不玩完的 证据在哪个地方 你说香港依然很厉害的 证据在哪个地方 邓永强 正正就是这些老残的人 尝试阻当我们的发展经济 阻当我们的谋发展 阻当我们的振兴经济 所有 所以我们说几句话 就等于阻碍香港振兴经济 阻碍 我们的谋发展 我记得一样 就是 就是等于说 你班上有一班人 就说 你读书 你尽了 你以后不会考第一名 是吧 那就等于你阻碍我 我的谋发展 阻碍我 这个 拿第一名 是不是这样 是吧 会不会人家说 你不行了 虚火 香港玩完了 你看 衰硬的了 于是等于阻碍你谋发展 哇 你真有趣 致命你现在没有发展 被人阻碍了 当然会骂人家 是不是 他说所有香港市民都应该 谴责这些老残的行为 他又提到 昨天前日开幕的 国家安全展览厅 大受欢迎 说老残人士 就支持政府 外国是被洗脑 有些东西是天经地义 包括支持政府 外国爱港 谴责暴力等于孝敬父母 一样的 那我问候你娘 好吗 问候你娘 就等于支持政府 我天天问候这个 这个邓炳强的娘 就等于你 帮你孝敬父母 支持政府 爱国爱港 谴责暴力 和问候你老母 一样的 那邓炳强反问 不会叫我 不会说我叫你孝敬父母 手法就是向你洗脑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说我问候邓炳强老母 就说我是犯法洗脑 是不是 是不是 又相信 香港所有良知的人 都应该 谴责这些脑残 就是这样的说法 很奇怪 我记得 他当年就说 即当日 Facebook 都说 问他最希望哪一位港队 竟然跌得金牌 他说 肯定是 劍激势一 这个江文慧 因为他很支持我们保安局的青年工作 所以大家知道 这些全部都是他袒护他 就是换言之 党有个指示 要帮江文慧明罗开道 要给他一个磨练考验机会 入马会 做这个对外事务助理经理 去杭州 星期日出席青年发展高峰论坛 你们整班港官 就帮他明罗开道才是对的 这个就是最高指示 除了这件事之外 更加值得说的是什么呢 唐英杰 最近就是 又拿他出来 来说话 邓炳强今天说过的 不知是涉及江文慧 总是涉及唐英杰 大家知道 洗脑教育 已经在这个 香港监狱展开了 即是香港看到 在学着 或者是抄着 这个新疆再教育型的一套 基本上是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现在香港入面 监狱入面 很多个墙都写着 国安大法好之类的说法 习近平思想 类似这样的说法 不断你看到就洗脑 接着你看到 立德学院 立德学院 就是缺德学院 即是共产党 本来将这些事相反来说 战争即和平 缺德即立德 为在囚人士提供应用教育文憑课程的立德学院 8月8日 早上居行第一届毕业离 75名毕业生中 部分涉及反送中运动入狱 包括国安法首案被告唐英杰 大家知道2020年7月1日 驾驶电单车 插着光时旗 冲向一些警察 导致一些警察轻伤 结果是什么呢 9年有期徒刑 9年 而且根据23条立法 还要索及既往适用 不得减刑 除非 程教署处长 认为你已经 可以确定你 是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那现在呢 唐英杰 运动 如果由2020年算 起码 运动到 2029年 甚至要更长时间 好了 那现在2024年 一半都未来 我希望看到唐英杰 都知道 他自己本身 是怎么想呢 我免得 大家免得 弄壞他 但我说他很希望 尽快出来 那现在问题就是这样 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大家不需要猜 大家都明白了 不需要我在这里说 但你说 他自己本身 要说些什么 才能够较到这些位置呢 而他是不是成为一只 最大的白老鼠 比共产党不好呢 是的 所以我心里面 我觉得是悲哀 深层的悲哀 他在毕业里上分享 他说 过去受太多偏激 和错误的资讯引导 因为国家发展 比不少西方国家好 至对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 唐英杰 在典礼中担任升旗手 并且以学生代表身份分享 过去受太多偏激 错误资讯引导社会气氛 是误度的 只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一面 相信暴力可以解决问题 现在他已经改变思维模式 学会从多角度了解自己 并重新认识国家 报导又说 唐英杰声称 对自己身为中国人的其中一份子感到自豪 批评某些人在外国享受偷回来的自由 叫人冲自己冲 那什么叫在外国享受偷回来的自由 叫人冲自己冲呢 是吗 谁叫唐英杰去冲呢 没有人叫他冲 免得评论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全部都是 他在什么情况之下 要说的话 大家心里有同情的了解 你想想他整段事情里面 没有开名去爆其他人阴毒的 没有去检举读灰其他人的 他只是说 脱臉自干 我错 我坏 我不好 这个完全没有道德问题 明白吗 就是我们完全不会 这样的原因去显摘唐英杰 也希望明白这一点 那么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位置 但是呢 就是 共产党要他说的话 接受再教育 经过观察他的言行 之后呢 他要去take the box 究竟可不可以 逼他提早出辱 这个他是寄予希望 其他人呢 也对他有所期望 那么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毕业的时候 被记者问到 见唐英杰的毕业有什么感想 他说 听到唐英杰分享心脑历情深受感动 他说唐英杰亦分享他当初 相信很多假先新闻 假消息 被人引渡悔不当初 现在有机会认识国家增加正向思维 他深感后悔 凭希望将来可以做社会上有用的人 能够共建香港和国家 他说 看见唐英杰成为升旗首自己 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这些就是摸着你头 找一个所谓的模范 楷模出来震慑其他人 翻查资料 诚教署的立德学院 始于白沙湾陈教所和羅湖陈教所 由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应用教育文凡课程 什么是应用教育呢 就是小孩教育 今天11月 在白沙湾陈教所和羅湖陈教所 設立立德学院开幕 当时政府新闻公布 第一批学员总共75个人 其中60个男性的在囚人士 在白沙湾陈教所接受教育 15个在羅湖陈教所 以遥拒视频方式上课 当时的新闻稿说 学院已成立升旗队 在指令日子举行星期礼 提升在囚人士的国民身份认同 在2020年7月1日 我们记得唐英杰 是驾驶插友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次 电单车在湾仔藏向三名警员 第二年他被裁定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和恐怖活动罪成 判监9年 所以我们就看回整件事 大家知道他希望去到 6年的时间 至少2026或27的时候 去申请减刑 即是假释 这个情况会否成功 就很视乎他这几年的表现 所以我在外面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也不知道他内心想什么 OK 但你问我 他可以怎样 所以大家不要深测唐英杰 要谴责邓炳强 港共政权 程教署 立德学院 中共政权 杂猪头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必需要 谴责的对象 那么除了这个 邓炳强的新闻之外 就是关于这个 唐英杰 关于江文慧 我们不得不说一宗新闻的 是间谍案 因为间谍案有些媒体有提到 但我希望大家更加需要 focus去看 黄书军案 很多海外的香港人 会受尽很多的间谍 扮成同路人去接触 这种情况 香港人的间谍 或者地下党员 在外面继续在收集 情织 跟着装扮反共的所在佳有 另外在中国出来的人 亦都是相当多个人 黄书军是其中之一 8月6日 纽约联邦陪审团 裁定华裔学者黄书军间谍聚成 案情就是黄书军假装反对 中共已接近中国异见人士 并将他们的资料提供给中国政府 审讯揭露他在纽约协作创办 一个海外华人文化组织 并按照中国情报机关 国家安全部 要求提供在美的华人资料 而他在美国一直以双重身份生活 他双面的身份生活 经过为7日的审讯 在理检控官Alan Sisse指出 被告假装反对中国政府 已赢得海外港人、台湾人、 维吾尔人和藏人的信任 然后他背叛了信任他的人 向中国报告有关他们的资讯 檢控官Breon Pease表示 案件比得上间谍小说剧情 但证据惊人地真实 显示被告是中国政府秘密特工 现年76岁 76岁的黄书军 是胡耀邦赵紫阳紀念基金会秘书长 所以打着胡耀邦赵紫阳紀念基金会 是做个房子 这个组织的成员 很多都是知名的反共异见人士 案情指他中国政府官员的指示下 其实利用他基金会的职位和华人社区的地位 收集相关人的资讯 并且将这资讯报告给中国政府 他由2006年起 暗中为中国国安部门收集海外华人情报 当中包括New Yorkers supporting Hong Kong NY for Hong Kong 即New York for Hong Kong的负责人 在美的港人杨錦霞 我也认识他 案情指出联邦探员法院黄书温 在2019年带了一份名单回中国 名单上有杨錦霞和多名民运人士的 姓名电话和私人资料 杨錦霞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 表示作为案件的证人之一 自己有见过这个名单 并见到自己的名字旁有香港女 即香港女 这三个字 而自己就是名单上的唯一香港人 杨錦霞继续和黄书军的公开活动认识 只是属于点头之交 他说曾经出席黄书军有份举办的研讨会 并应主办单位的要求 留下联络方式 相信对方透过这个方式 获得他的个人资料 檢控官说黄书军在2017至2021期间 三次和FBI的会面当中 最初表示自己和中国国安部门没有联系 后来又承认国安部要求他收集民运人士资料 但他声称自己只是提供一些已经公开的资料 没有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重要吗?不重要吗? OK?你做个间谍 如果只是提供一些已公开的资料 没有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你这个人是不是讲的可信 本身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有证据 你不是提供公开资料 你提供更多资料 这样才会被逮捕 这个案件的陪伸团是六男六女组成 包括三名会讲普通话的人 在裁定黄书军罪名成立 罪名包括了前日裁定的成立 8月7日 罪名包括了充当外国政府未登记的代理人 向联邦当局提供虚假陳述 以及以他人的个人传逻信息 协助犯罪最高可以被判处 25年刚刚 判刑一期待定 所以有罪 现在未判刑 黄书军的间谍和跨境镇压共谋者 是四名中国国安部的官员 目前仍在途 所以他要挖出罗伯带出来 他帮哪些人做事 他接头人是什么人都要挖出来 黄书军是青岛出世 毕业在山东大学 历史系 山东大学历史系 而去美国之前 在青岛社科院担任研究员 铸有太平洋海战一书 1994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两年 及后留在美国 并且在03年任职为公民 所以他宣誓效忠美国 一个美国人 但是他为中国做事 很多这样的人 这群这样的人 永远都是说中国人 现在最近有些文匯大工 经常说 你看看 德国队 美国队 什么队 都是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又赢了 那些奥运比赛 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人 全部人都用这些人缘 他分不清有什么 华裔和中国人的分别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到 什么是主权国家 即是说今天 如果你用同样的标准 那何司培是中国人 按照你这样的逻辑 是不是 因为很多人 有不同的血润 有不同的种族 譬如你华裔 黄种人 你到美国 入籍美国 知道你效忠美国 你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 什么人都有 就算你Kamber Harris 今天你都是黑人也好 其实他是印度裔的人 基本上就是去参选这个总统 绝对不会值得批评 每个种族 基本上是众生 在上帝之下都是平等 人权是平等的 政治权是平等的 那么他可以参选 同样的 每一个人可以 成为该国自己国家的运动员 不一定要白人 黑人才可以代表美国参赛 那你就说这些全都是中国人 如果告诉大家 这是双重国籍 既有中国籍 有美国籍的话 DQ他 但是如果他不是 他是美国人 为什么不可以代表美国队参赛 是吧 所以我就说 去到今时今日 很多人是借雇佣 这个地方挑拨这些矛盾 又说歧视 什么什么 no 是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始作俑者 不断地将这些大外宣 搞到神憎鬼厌 要直指这个问题的核心 今天黄书军派他去美国 入籍美国敦点 以时间换取他的真诚信任 03年入籍美国 06年在纽约快成立 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 好像一个反共人士一样 但是呢 你纪念的人不是刘晓波 你纪念的人不是很多反共的人士 709律师 六四的亡灵 天安门母亲 还是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 而这件事 本身是不是反共呢 是不是反共反到底 还是需要一个开明的专制呢 自己想吧 而你最后最大的问题 不是这些政见问题 而是什么呢 你帮共产党做事 帮国安做事 所以这件事 是必需要厌情的 非常严格的惩罚 好无疑问的 那当然在台湾里呢 北京对付台独 再有新举措 继续6个多 6月多个部门联合 发布626 我记得一下 就是发布这个 《惩治台独还顾分子》意见之后 国台版日8月7日 网页更新 新增栏目 不但罗列台独还顾分子的清单 并且设计 举报台独人士的连结 目前台独的 还顾分子名单上面 有10个人 其中7个人 现任官员或立法委员 包括现任副总统肖美琴 国防部长顾立雄 和民进党党的 党团的召集人 柯建明 那他就是 网页背景 配以五星红旗 和一张中国法庭的图片 宣示意味甚龙 栏目共分五个部分 包括台独还顾分子的清单 国台版发言人 有关台独立场的发言稿 法律文件和两个举报连结 分别可以举报清单内 或者不在清单内的台独人士的练索和罪行 自己去举报 喜欢举报举报举报 我不是鼓励大家举报 当然你有权去举报 但是你有权去举报 你敢举报 台湾一定拉你 谁举报的 那你就这么易正前 举手出来 谁敢举报的 你就是说个名字 我是举报人陈大文 你不举报 一定拉你 OK 其中台独还顾分子 清单共列十人 包括两名前任官员 包括前行政院长苏先昌 前任立法院长游石坤 四名现任官员 包括副总统萧美琴 国防部长顾立航 国安会秘书长吴超舍 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 三名现任立委 包括 柯建明、蔡奇昌、黄定宇 以及前立委陈焦华 陈焦华 除了陈焦华属于时代力量之外 其他九个人全都民进党籍 不过总统赖清德 甚至前总统蔡英文 都不在名单上 台湾陆委会今天发表 表示 北京做法对两岸交流互动 制造更多障碍与伤害 阻碍两岸人民 往来交流 呼吁北京当局做多一些 有助双方良性互动的工作 才正逃 另外榜上有名的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 刚刚说过 他在Facebook说 身为台湾国会议员 如果不主张不捍卫国家主权 就要失职 又建议北京 学会尊重中华民国台湾真实存在 民进党发言人韩盈表示 中共一再用恶意手法 只会令到台湾人更加反感 亦都破坏两岸关系的正向发展 陈焦华时代力量的前立委就说 守护台湾就是守护民主 中共恐吓是没用的 那这个当然 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可言 那你说最高刑罚可以判死刑 有些缺席审判等等的东西 任你说 这件事已经去到荒谬绝令的地步 我只是说 今时今日是很荒谬的 那前几天我出席了一个 就是认邀出席了一个 中国反分裂法在台湾举办的一个论坛 那你看回有关台湾的一些 video都看到我出现了 但我出现不代表说 在公开的记者会上面有发言 那当然有研讨会 那我看到很多海内外的各方面的学者专家 都是说得出他对于中国现况的看法 那我都要发表文章 也都要有分享 也都是参加他们的座谈会 我都相当觉得是开心的 能够为台湾做事呢 是很紧要的 也都希望更多更多的人 是为自由世界做事 你们未必需要为台湾做事 比如帮美国 帮英国 好好这样 比如帮澳洲 帮加拿大 好好这样去做事 这件事是很紧要的 帮香港人的前提 也都要帮到自由国家 帮到自由国家 其实是帮香港人的重要的 一个叫做 一加一大过二的方式 我们用这个方式去使得 香港的声音能够被人听见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种环顾的势力 我们当然是要说清楚 说反共 一个人是不是在言论上 行为上 观念上反共呢 是一切以我们一代时代验证的 我看到现在 我心目中 有三个不同的评论人 所以我写下面三句说话 我不开名 大家猜猜我在说什么 但我只是说这个标准 是适用于我自己 适用于所有人 不是针对这三个人的意义 我们希望大家明白我所说的 第一句话 如果一个人声称反共 但却支持那些 和中共过重的心物 对中共有寄望的人 或者政党 那些人的反共 是假的 这个就是我第一句话 那大家猜猜我在说的是什么 第二句话 如果一个人声称反共 却对什么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变种 即是包括托派那些 有所支持或者同情 这些反共是假的 第三 如果一个人声称反共 但是对真相 就是说这些人 本身要搞清楚 我们是同路人的前提 是否反共 那我这三点 不是告诉大家 或者不要把一些 堕落的人 视为自己的同路人 黄书军不是同路人 黄书军不是同路人 有些人 可以合作 就算有不同 都求同存疑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合作 这个牵涉到 刚刚上述几点 一个人 是不是表里如一 一个人 是不是思想 观念方面 的辩折 或者由始终 都不是自己 我们自己人 一个人 是不是道德上 人格上 堕落 我想这三个重要的标准 是很清楚的 希望大家 戴眼色人 看节目 你可以选择任何的节目去看 我不会有任何的 大家看我的节目 不可以说 你看我的节目 你不可以看刚刚这三个人的节目 不是 我只是想说 我们就不是同路人 我和那些人就不是同路人 你当然 你做的观众 你看什么节目都可以 绝对我没有这个 关心 但希望你们本身 都能够大眼色人 分清楚 真善美 和假恶丑的分别 好 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